我沒有選擇這道路 但我會追蹤 《紐約時報》暢銷科幻史詩小說 《時間之輪》 書中錯綜複雜的虛構世界 吸引全球百萬科幻迷 由Amazon把小說改編成影集 劇中大部分的場景 都是在捷克拍攝 還到鄰近的克羅埃西亞 與斯洛維尼亞取景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全球大流行期間 中東歐對影視業者開綠燈 電影影集拍攝照常 吸引不少劇組前往 疫情封鎖民眾宅在家防疫 這也讓各大線上影音串流平台 用戶訂閱數一均吐起 平台對於影視作品的需求暴增 但卻暴露出在疫情衝擊下 娛樂產業的缺功危機 過去十年 匈牙利和捷克靠著較低廉的勞動成本 和政策優待 吸引了許多影視製作團隊 這也使中東歐成為僅次英國之後 歐洲最大的影視中心 但捷克的電影製作公司表示 當地缺乏專業技術人員 外國劇組就算有再多的錢 也找不到人 隨著目前歐穆恐變種病毒讓全球多國收緊防疫措施 當前歐洲也迎來新的疫情挑戰 越來越多突破性感染 如此一來 劇組不只拍攝行程遭延後 耗費的成本也會跟著提高 在疫情未波雲見日之前 影視產業恐面臨更多不確定性 恭喜新聞網本編譯